范宇能不能观察 我对这个25%的解读有点不同 那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他这个比可能还蛮稳固的 因为台湾选民有一个特色 他们投特别是总统或是市长 尤其是总统 因为大家都认得这些候选 他重点不是在说他喜欢某个候选 而且他很讨厌谁 所以不能让谁当选 那现在只有一对一的时候就很明显 如果你讨厌蔡英文的话 那你当然就是希望韩国瑜当选 所以这个25%事实上是 讨厌蔡英文到不行的人 所以这个东西 无论韩国瑜在怎么调分 这25%是在的 那现在很有趣 蔡英文最近其实没做什么事 这民调一直涨 这个涨是为什么 是因为讨厌韩国瑜的人越来越多了 你都以为他已经到底线了 他还可以继续在秀下线 像最近就两件事 一件事是说 他批评呱吉 跟年轻人喜欢的呱吉 在大港开唱 他说粗俗低级 他提醒大家 大家觉得你不是双重标准吗 最粗俗低级不是你韩国瑜吗 而且要看场合 你是在政见发表会 这种严肃的总统的场合 人家是在年轻人的音乐 这种Rock and Roll 本来就是 就我们对他的文化规范 就不大一样的场合 你现在还敢公开批评人家粗俗 那大家就翻出来说 那韩国瑜到底讲什么 所以也惹恼了年轻人 也很多年轻人喜欢大港开唱 第二件事就是议会 他的高雄市议会惹出这个抽签 然后今天有最新的新闻 就是那个时代力量的 那个黄杰跟那个于凯 两位议员今天去说 你依照地方自治法第48条 质询是他们的法定职权 所以高雄市议会 就是说基本上要被假处分 因为违反就是 他们的法定职权 所以反而让大家看到 你看你为了要选总统 这个质询时间限缩 而且搞出抽签 我最近又看到年轻人在领树上说 那这样子我们议员也不用选了 大家就抽签决定好了 反正你去当了高雄市议员 所以我能不能够质询市长的 也是抽签决定 所以年轻人各种搞笑的方式又来了 所以我觉得他很有趣 他基本上 其实我们不用再关心 他会不会再调 是他不断的帮蔡英文加分 因为大家觉得 我最近也遇到很多民众 你觉得韩国瑜是蔡英文的竞选总干事 真的是 就是不断的帮蔡英文吹票 蔡英文最近没有特别做什么事 反而支持住不断的上升 我最近也感受到 非常多人过去 没有跟我讨论总统候选人 最近都告诉我说 范元老师 范教授 我其实没有什么政党的 可是我觉得韩国瑜不能当总统 纷纷表态 然后就说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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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算出很多的事情 所以他不断的成为 蔡英文最大的竞选总干事 帮他加分 蔡英文的民调 往前 不是因为最近撒了什么政策红利 我觉得完全是因为 韩国瑜帮他加分 大家觉得韩国瑜不能当总统 所以对蔡英文的支持度 就增加了 所以25%是因为 真的很痛恨蔡英文的人 就在那儿了 所以跟韩国瑜 就是说做什么 无关 反而是他做错事 是让蔡英文加分 那范宇怎么看 我觉得结合 刚刚还有汪浩的分析 因为事实上的确是 因为中国国民党已经变了 他变到偏红的 可是过去那一块反控的蓝 现在其实这个光谱是蛮大的 那绿这边你可以看到 我觉得亲民党会没有市场 如果我是郭台铭 一定是自创品牌 为什么 因为亲民党当时是怎么来的 是因为李登辉 他们认为李登辉 把国民党变台湾国民党 或者是实质台独等等 所以他弄出了一个亲民党 可是现在就是说 亲民党宋楚瑜自己都说 一国两制了 可是现在这个一国两制 他这个显现版的 事实上中国国民党 已经变隐姓版的 一国两制了 所以现在反而 如果你去看民调的话 这个新党反而有空间 因为新党最近他非常旗帜鲜明 说台湾要有 清楚主张两岸统一的政党 所以新党反而 占据一个更清晰的例子 你如果看民调的话 真正要两岸统一的 其实台湾一直都还是有5%的人 所以你旗帜鲜明 他肯定有市场 反而亲民党在这里没有了 那很有趣 小英反而攻占了过去 李登辉那个空间 所以小英是主权派 台湾派他讲得很清楚 台湾派跟中华民国主权派 他都要 可是现在有一个过去 那个有点跟小英重叠的东西 郭台鲜其实上次就在我们 这个宁关主持的节目里面 讲的比较像是过去那个国民党 就是一个中国下 但是其实是一个PRC 一个ROC 所以其实跟柯P的确是比较像 因为柯P这部分从来没有讲清楚 他还在讲那个两岸一家亲 事实上在这个 过去前来那个 好像到底是不是反共那个 模糊的地方是个空间的 好我们稍后立刻回来 好我们下期再见